老翁爱不到,五刀擦心,杀卡拉OK老板娘 新北市三重昨天发生一起卡拉OK店前杀命案 警方调查,死者是57岁的卡拉OK店老板娘张晴文 店家原为她的大姐经营,迎遭警方多次取缔 四五个月前转交给她经营 也因此结识常来店里消费的81岁凶贤如新潮 昨天11点多,远共来上班时,经见老板娘倒卧血货 前胸被刺四五刀,几乎都直刺心脏 救护人员赶抵时,她已伤重身亡 经过初步的见识结果,在死者的左胸 有明显四五处的利刃穿刺的伤痕 警方追查,昨天上午9点,奴南城坐在店门外 随后独自离开,认为她涉嫌重大 在她三重中山路住处,发现拿刀自残的凶贤 她写下遗书,怒指女子遗情别恋 害她人才两师,才痛下杀手 卡拉OK店员工说,凶贤爱慕老板娘 但老板娘只把她当作一般客人 两人没有交往 死者大姐哭得伤心欲绝 还得靠人搀扶 她说曾听说有客人对妹妹很好 原以为是好事,没想到竟惹祸上命 董新闻,新北报道